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李靖報導 知情人接中共在新疆打壓維吾爾人種種暴行 由於新疆處於高壓封閉狀態 中共在當地實施的惡行很難被外界知曉 近日 一位知情人披露了 中共鎮壓當地少數族裔的內幕 包括當局為抓捕一名維吾爾人竟圍剿一村人 中共高壓政策致新疆寡婦村現象嚴重 當局藉此強推為漢通婚 此外 中共在新疆集中營的種種惡行也被曝光 知情人 中共為抓捕一人竟消滅一村人 近日 干净世界個人頻道大宇拍案驚奇主持人李大宇 訪問一位來自新疆的知情人Leo 這位知情人曾目睹了中共針對新疆的維吾爾人 甚至是對漢族人的種種暴行 受訪中 這位知情人提到幾個案例 其中最令人深刻的一個事件 就是他有一位朋友 是一名退伍軍官 他跟知情人透露 在新疆的南疆地區 中共當局曾抓捕一名維吾爾人 並將其定性為恐怖分子 這名維吾爾人跑到一個村莊裡躲藏起來 由於該村村民不配合 於是當局派遣賀槍實彈的武警部隊包圍這個村莊 夜間動用坦克以及推土機推平了這個村莊 而試圖逃離的村民均被打死 這個村莊被夷為平地之後 當局立即在原址種植樹木來掩蓋罪行 從此 這個村莊就消失了 另外 這位知情人還提到 當局要求新疆維吾爾族的小販 必須將刀具用鐵鎖链鎖住 而且刀具實名制 每把刀具上面必須刻上所有者的姓名 一旦刀具脫離鎖链 所有者將面臨被關押的風險 另外 這位知情人還提到 當局要求新疆維吾爾族的小販 必須將刀具用鐵鎖链鎖住 而且刀具實名制 每把刀具上面必須刻上所有者的姓名 一旦刀具脫離鎖链 所有者將面臨被關押的風險 當局不允許人員聚集 甚至三個人在餐館中吃飯 也可能被抓走關押 他說 在大街上 中共警察可以隨意檢查路人的身份證和手機 一旦發現手機中有涉及宗教信仰 對中共不利的信息或反黨言論 都會被抓捕 關押到看守所 最終被關進新疆集中營 中共如何消滅新疆民族文化 通婚是手段之一 由於中共當局關押了大量維吾爾族男子 致使南疆地區勞動力短缺 而一些老弱婦孺生活得很辛苦 據知情人披露 他的一個朋友在當地社區工作 上集給他們下達了一個任務就是 接對子 認親戚 其實就是到當地維吾爾人家中宣導 灌輸 蛊惑那些失去丈夫的女人與漢族人通婚 當局出台一個政策 就是在甘肅 河南等地 當地官方人員蛊惑一些生活貧困的男子 向他們許諾政府給錢 給房子和土地 條件是娶一個維吾爾族女人做老婆 在新疆安家落户 對於當局這樣做的目的 知情人認為 中共就是要將維吾爾族的文化消滅掉 他說 例如 當地學校的維吾爾語課程被取消 在校的維吾爾族老師 學生不能說維吾爾語 只能說漢語 如果老師違反禁令 就會被抓走 中共在新疆集中營的惡行 據這位知情人透露 他也曾被當局關押 他說 很多人被關進集中營後 即使表現再好 當局也不會將其釋放 很多維吾爾人從2009年被關押至今 他從其朋友處得知 被關押的很多人被打死了 還有很多人被迫當奴工 為官方賺錢 更令人震驚的是 中共當局以釋放為由 鼓勵被關押的人員互相揭發 檢舉 包括檢舉自己的父母親朋 如同中共在文革期間鼓動人們互鬥一樣 但是 據知情人說 被檢舉者遭到關押後 檢舉者並未獲得當局釋放 調換監獄後 被繼續關押 這位知情人在關押期間 曾與幾個維吾爾人聊天 這些人遭酷刑的原因是 當局強迫他們承認認識所謂的暴恐分子 如果說不認識他們 將遭到暴打 包括警方使用電棍點擊其生殖器 被打者遍體鳞傷 直到其承認認識暴恐分子為止 據知情人透露 當局對新疆當地人的迫害 就像針對信仰團體法輪功學員迫害那樣 其中包括針對絕食抗爭的學員 使用鋼棍撬開學員的嘴 把牙齒全部打掉 中共新疆高壓政策受到美國制裁 另外 知情人還提到 前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 曾在新疆實施高壓政策 導致民怨沸騰 陳全國自2017年起任中共政治局委員 新疆書記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 他是習近平對新疆的高壓政策的關鍵人物 是受到西方政府制裁的中共官員名單上的重頭人物 2021年 陳全國被貶任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2020年7月9日 陳全國因為迫害新疆人民被美國制裁 陳全國除了被視為中共升進新疆的鐵腕鎮壓者 還有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的記錄 幾乎所有的新疆法輪功學員或被非法關押 或被限制人身自由或被迫流浪在外 有的遭受酷刑 甚至連老人也不放過 今年5月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 發布2024年年度報告 回顧2023年度各國宗教自由情況 報告指出 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進一步惡化 中共繼續迫害新疆維吾爾人、天主教、佛教徒 法輪功等信仰團體 香港的宗教自由狀況也在逐漸惡化 與此同時 美國國會多名議員近日敦促司法部 採取強有力的措施 打擊中共在中國和海外的系統性迫害活動 包括逮捕和起訴 參與迫害政治和宗教意見人士的中共官員 最高可達中共黨魁 一旦他們抵美 應將其拘留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白參、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東伊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RA、RF、RG3、RH2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造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吃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RG3的含量比紅參高8倍 人體對玄寶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 謝謝 .'' shocks